中国教育部日前出台了挑战疫情期间 对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认证的公告 将不再承认在2023年春季学期 依然采用远程学习方式所获得的国外文凭证书 悉尼大学政府和国际关系教授鲍彻 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 取消远程教育认证有助于澳大利亚教育出口行业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口为教育产业 在新冠疫情前 教育产业为澳大利亚的生产总值贡献大约376亿澳元 而中国学生也是澳大利亚教育产业的最大贡献者 数据显示 疫情前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达到了21万人 悉尼大学教授包彻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学生的到来将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但目前政府与各大学校如何在2月中旬学期开始前 安顿好超过4万2千名返校的中国学生 是个首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学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最大的选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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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包彻教授在采访中称 虽然目前在疫情方面还存在这些困难 但长远来看 中国取消远程教育认证 这将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就业和大学周边的 地方经济带来很大的好处 我认为在长远程中 它是其实可能一个好处的事 首先因为 因为学生会得到那些人的经济感 这就是一部分他们想要 他们想要有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感 这会更好 因为我说过的地区的影响 在区域中的影响 可能会更好 因为学生 因为我们是很难做 据悉 澳大利亚各大院校都在积极准备 迎接中国留学生的到来 并将开启了在疫情后 中澳人文交流往来 最大的国际人流移动的行动 我是央行音 侯冠南 新年报道